大家好 这里是陶海鑫老师的线上讲座 书法的现在和未来 听了刚才陶老师的分析和阐述 我们对书法的未来可以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这样的未来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 下面我们继续来聆听陶海鑫老师的分享 但是汉字的书法还需要有新的拓展 新的研究 那么我呢也是有些我自己的探索 我有些作品到时候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觉得汉字有三个方向是可以 汉字书法有三个方向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一个经典的书法形式 二 文化性表达 因为你不是作为书写的日常工具了 它本身就具有绘画性 为什么 加古文时候它就是画 这个绘画性表达里头呢 有 两个 一个呢是进入绘画 一个是进入设计 大家很清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以后呢 这个 对外国的先进性表现在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的眼睛看到的 这个设计领域 地区山上是英文 中国的公司起名字要起一个特别像 像英文的叫法 北京最早的出现的服装公司叫 蒙尼莎 蒙尼莎 后来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起的 说原来是个街道工厂 街道工厂那个厂长是胡同里的个老头 他说 哎 价定高点 蒙你傻呗 当然这是传说不一定真实 就是很多名字是阳名 直到今天 仍然西方的文字是强势文化 我们中国到处看到的是拿英文或者其他字母设计的logo 如果什么时候汉字进入设计领域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更加强大 另外就是绘画性 我们说把汉字肢解了以后追求纯粹的绘画 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但是发掘汉字的绘画性表达应该是可取 丁少和丁先生跟我交流过几次 他看了我一些作品以后 他说海星你好好在绘画性表达上探索一下 他说他一直在寻求绘画的中西合璧的表达 但是他本人在书法上没有研究 是他自己觉得一个遗憾 你看丁先生他签字都是马克笔钱 他不用毛笔钱 那么第三个 绘画性表达三 学书法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可以增进健康 可以调适心理 用绘画的方法解决心理问题 在西方医学里头是有一个长期的实验的 那么 事实证明很多习练书法的人 生活态度 健康状况 心理状况都有明显的 向良好方向的改善 所以这个领域可挖掘的 这个前景是很大的 比如说老人 老人要是打一叶麻将 可能会出健康问题 但是要写上几个小时书法 他肯定不会出健康的大问题 这是 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汉字的这么一个方向